大家好我是Batman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开箱 就是这个微软的Deep Pink深邃粉的手柄 这个手柄对我来说还挺特殊的 一个是因为这个粉色我确实很喜欢 再有这也是我的第一款纯色的Xbox One手柄 一会儿开完箱之后 我们也可以一起看一看 我们之前收集其他Xbox手柄 OK 先把这个封条撕开 现在这个封条都一撕就开了 是吧 绷自己切了还挺方便 怎么说呢 感觉这个粉色确实非常饱满 非常浓郁 对比度很高 看起来就像是那种 怎么说死亡芭比粉是吧 不是那种非常阳光 非常有朝气的嫩粉色 十字键 其他的刃键 还有Home键都是黑色的 感觉跟这个深粉色还是挺配的 背面是白色 基本上这个白色黑色 跟粉色很配的颜色都用上了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颜色也挺搭的 是不是现在这个握把上的防滑纹理 已经算是这个Xbox手柄的标配了 我记得之前Xbox手柄的握把上 是没有这种防滑纹理的 然后包括这个尖键 扳机键 上面也都有这种防滑的纹理 真的感觉这个手柄好脏 怎么上面都灰秃秃的 就也不是使用过的那种脏 但是表面确实会有些粉末 也不知道哪蹭的 但这手柄确实颜值很正 跟我很配 很适合我 如果你要不喜欢这个粉色手柄的话 买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 也挺合适的 买一个手柄送给她 然后邀到家里来两个人一起打游戏 是吧 也挺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盒子里边 还有这个800年不变送两节五号电池 然后下边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试用的 这个码之类的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些说明书和纸质品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 我之前收藏的其他的一些Xbox手柄 首先这个Xbox20周年纪念手柄 外壳采用透明设计 非常复古 非常90年代 这款手柄电池盖的背面 还印着也非有Spincer的签名 它是微软Xbox部门老大 当然现在我这手柄后边 换成了这个充电电池了 所以就没用原装的电池盖 然后这手柄 现在也是我的游戏的主力手柄 打游戏都靠它 这是战胜机器4的手柄 脏兮兮血污设计的手柄 我也非常喜欢 上面有这个骷髅齿轮 然后这边有爪痕 然后血液喷溅 泥浆喷溅这种混合的效果 而且它这手柄侧面 这些爪痕 这些凹痕 都是激光刻出来的 有这种凹凸的手感 这款是地冰线5的手柄 跟我们刚才这20周年纪念手柄一样 外壳都是采用这种透明的设计 而且因为它是浅色的透明壳 看起来就更塑料 更90年代的是吧 这么看来这款手柄 设计真是够花里胡哨的 完全不在我们这个骚粉色之下 而且这款手柄的按键 摇杆全都是非常艳的颜色 包括它的十字键 你从不同角度看 还能看到这泛着粉色的珠光 而且这款手柄比较特殊 是它握把的部分 采用这种橡胶软胶材质 它是说模拟方向盘那种质感 是吧 包括它这个尖键和扳机键的配色 也非常艳 所以说这款手柄 在我看来设计也非常用心 这款是光环5的限定手柄 这是我第一次在Xbox手柄上 见到这种镀金色的十字键 和镀金色的扳机键 金色的墨绿色的配色 我天哪真的好看 虽然光环5这游戏做不怎么样 但这手柄设计真好看 游戏现在再跟无限一比 感觉这光环5那行也没那么拉了 33这应该重置一遍锐取星 它要重置的话 第一个买 说到士官长主题手柄 不得不提 就是最近 就是比较最近 发售这光环5线的 精英二代手柄 这也是我的唯一一款 这个Xbox精英手柄 这手柄我买了也从来没用过 就放那放着 当组终一样供着 主要我觉得我技术也没那么高 用不上这精英手柄 买这个真的完全是因为 是士官长主题的 而且我就拿了这么一回 我就觉得这个手柄 哇塞好沉 要拿着它玩游戏的多累的 然后这是Cyberpunk 2077里边 这强劲引手的手柄 我当时买这个手柄的时候 还没玩过赛博朋克这游戏了 这游戏都是老么老么后来了 这steam上面打折 我才买的才玩的 当然这个游戏确实好玩 我也非常庆幸当初的 这个有先见之明 买了这款限定手柄 当初我也是因为 这左右割裂的配色 非常新奇 非常喜欢 所以就入手了 手柄电池盘 然后引手 这个Samurai武士乐团的 这个logo是吧 应该是 记不太清了 然后这个真的是鼻祖中的鼻祖 泰坦天象第一代的限定手柄 我当时见到这手柄 真的觉得设计太好看了 那时候我连Xbox One的游戏主机都没有 但是毅然决然就入了这款手柄 到现在我就觉得 这款手柄设计非常好看 当然也是因为这款手柄 发售比较早 在外形设计上 没有使用那么多花里胡哨技术 这都是基本上 就是印上去的一些颜色 背面设计也非常简单 或者可以称得上是简陋了 没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依旧非常喜欢这款手柄 然后这手柄也有年头了 这个是光环五代的Xbox One主机里边手柄 虽然说这手柄设计也不难看 但我觉得跟我们之前 这个士官长主题手柄比起来 我还是觉得士官长这好看 这个是战争机器五版本的Xbox One X里边手柄 说实话 我感觉这手柄设计没有主机好看 这代主机设计真是太独特了 当年基本上所有限定主机的手柄 我都是当主力手柄用的 所以这摇杆都有很严重的磨损 包括这光环五限定主机手柄也是 好嘛 摇杆上胶都给扣掉了 可见我当时玩游戏玩的有多狠 然后这款是最近的了 这光环五线限定版的Xbox Series X的手柄 真的就是挺平平无奇的了 你看这手柄设计 跟我们之前的这种限定版的光环手柄 光环限定版的手柄 还有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你单看一下 感觉这个手柄还挺好看的 但是你说它是光环限定版手柄 再跟其他的光环限定版手柄一比 就感觉这设计确实比较平庸了 然后就没了 就没了 就是这些了 你看我这身粉皮 再配上我这粉红色的手柄 俗话说的好 颜色越粉打人越狠是吧 但其实有一属于我平时玩光环无限 还是用剑鼠玩的多 基本上不用手柄 因为打PVP用这个 剑鼠还是更方便一些 我觉得 剑鼠比较适合我 OK 今天我们一起开箱 这个猛男限定的XBOX深邃粉的手柄 这手柄配色我也非常喜欢 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也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